我听到大家的激烈的反应 舍不得离开 全部生命系列的 所带来的作品 我最多只能表达 为大家高兴 知道其实 全部生命系列所带来的 观念已经 落在你的生活中 那我个人最多 也只能完成我的 我的角色 也就是说 我会把这些作品 一个一个完成 而透过读书会 一个一次一次的打开 那我也希望 我们大家这样子有个共识 你站到你的角度 只要有时间 尽量投入 尽量去餐 去读 去让这个 全部生命系列所带来的 许多观念落在你的生活中 我这么说 我这么说 因为我们这一生 被洗脑 太透彻 我们其实看的 这个世界 是透过五个感官 所以必须要 透过五个感官 把这个世界 做个重新的整顿 做个反射 做个反射的工程 让许多观念浮出来 也许我们过去 没有注意到 而现在突然 发现 有这么回事 所以 这么 这么做 突然我们观察的能力 会比较细 比较维系 可以观察自己的行为 观察到许多 我们过去没有想过 想到的东西 只有这样子 透过这五个感官 不管是 读 念 透过理性 逻辑 听 直接穿到心 练习 我相信 我们才可以 在很短时间 把这个全部生命系列 所讲的活出来 最少 可以让它 沉淀在我们的潜意识 而我相当有把握 就是这一生 因为种种的原因 我们醒不过来 我们其实 因为落到潜意识 就是下一次 下下一次 还是有机会 但是假如 没有做这种练习 没有做这种追求 我认为 这机会是比较小 小很多 甚至小很多 我们 透过 全部生命系列 接下来 我们看可不可以 把我们生活 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 每一个动 每一个动态 每一个念头 看都可不可以掌控 可不可以看到 把全部生命系列 当作我们 这一生最重要的 一堂功课 好像没有其他的东西 比这更重要 没有其他的目标 比这更重要 试试看 只要 你有这种诚恳心 再加上谦虚心 你自然 会找到一个 最好的老师 而你不用担心 是老师来找你 倒不是你还需要寻 怎样找 流浪在这世界 你该需要找到的 他进来 会来 自然会来 你不用担心 所以讲到这里 你看 是不是很 很有意思 宇宙绝对不会犯错 我们从全部生命系列 怎么来的 包括 有这读书会 一场一场的办 也办了将近五十多 六十场 而你今天走到这里 好像就走到这里 生命的门户 你看 是不是全部都是 安排的刚刚好 一点一滴都没有错 甚至你过去 可能 受到创伤 有种种的痛苦 损失失落 讲不完的痛苦 是不是也都是刚刚好 在准备你 来接受这一堂功课 所以这么一来 我们最多 我只能劝大家 把心收回来 我们就往前走 希望我们大家将一起 可以走出来 透过全部生命系列 我是希望我们用知识 所以文字用知识 知识来面对知识 逻辑来面对逻辑 头脑 来面对头脑 但这个还不够 我们还有一个新的层面 所以透过听 透过练习 直接穿到心 两边相互相乘 才建立一个很完整的一套 一个基础 落在我们的潜意识 这样子随时我们碰到困难 再有什么难关 我们都可以渡过去 都可以踩个刹车 因为我们已经有个完整的基础 最多也只是这样子 所以这里我再一次 希望恭喜大家 有这个勇气 有这个决心来走下去 那我们接下来 再用读书会 来带着大家一起来 来分享 我是希望 我们 大家可以 用最诚恳的心来接受它 你会发现 这样子你读的什么 读的全部生命系列的作品 或是听到的 什么 读书会所带来的 你会发现 都跟过去的感受不一样 你已经也许 不再追求资讯 知识 而是轻轻松松 落在一个生命场 也就好像我们共同 建立了一个最完整 最大的一个生命场 一个神圣的场 这就是我们神圣的团队 而透过这种分享 这种共振 共鸣 我们可以 把全部的观念 交出来 甚至把自己的生命 都交出来 让宇宙 让我们 心 带着我们走下去 假如做到 这一点 那我们 全部生命 所做的工程 也就搞了一个段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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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